被問到對柯主席的案情是否樂觀 黨秘書長周餘修再批北檢政治辦案 拿出數據泡打北檢多次遭檢舉洩密 民眾黨全力挺科宣布將在9到10月全台辦12場宣講 只是下午才公布詳細廠次資訊 晚間緊急更動9月29的基隆廠被消失 宣講剩下11場遭解讀距離霸梁投票日過境 時機敏感才取消 另一方面宣講廠也被發現跳過台中 反而是蔡壁如自辦祈福活動 但他說不清楚黨不規劃 全國宣講廠次數量減一終於收縮不知情 但被消失的還有網紅四叉茅爆料 民眾黨籍的金門縣長陳福海 名字遭民眾黨官網移除 質疑想偷偷退黨跳船嗎 更酸民眾黨的縣市首長犯罪率百分之百 而實際檢視民眾黨官網 在縣市首長這一欄的確空空如也 這個要回去了解一下吧 對 但是就這樣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開除啊 什麼沒有這回事 爭議連環燒或許就怕多說多錯 民眾黨步步為營 先將戰場鎖定在黨主席的司法站 三零新聞 郭索倫君一台報導 我們除了它 我們除了一抵抗